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說這一次的俄羅斯出兵烏克蘭 有一個說法是說 烏克蘭有一些生化實驗室 裡頭有非常危險的病毒 北京好像也幫這個說法背書 說美國你趕快公佈到底有沒有 然後接受大家的查核 當年打伊拉克的時候就說是有 就後來發現是假的 那這件事情呢 是不是會變成這場戰爭裡頭的另外一個變數 現在好像連美國的國務院都承認說 有一些生物實驗室 那這些生物實驗室到底是不是在生產生化武器 那這是不是要讓大家去核實 那衛星裡頭也拍到一些畫面 感覺像在一些社區裡頭 有一些美國的生物實驗室 那這是衛星所拍到的相關的畫面 所以這件事情會成為整個 俄烏戰爭最後可以結束的一個關鍵的指控嗎 你看現在連聯合國都要求烏克蘭要趕快 銷毀這些生化的東西 也就是說聯合國也得到了相當的資料 證明美國確實有在那地方跟烏克蘭合作 而且美國不是它的公共衛生團體 也不是它的醫院 也不是它的大學 是美國的五角大廈 就是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的國防部跟烏克蘭的生化實驗室合作 這就是不尋常的 所以這個就是此地無影三百兩 如果是醫學的合作公共衛生的合作 應該是由美國的公共衛生部門 由福奇 例如說福奇就有跟武漢實驗室有合作 那也就是那個是 那個是單純的科學研究 所以單純的科學上 因為大家都想要知道 因為冠狀病毒是對我們人類危害最大的 我們幾乎所有的 你看我們現在目前致命性 以前在西班牙在很多地方流行 其實都是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跟人類已經很久了 而且他不斷的變異 而且他本身很容易找到記住 例如說蝙蝠等等的 所以 所以 當時他們就跟武漢實驗室 在做冠狀病毒的研究跟實驗 跟做蝙蝠的實驗 但是不要忘了那不是五角大廈 那是美國的公衛 他們的衛福部 跟大陸的武漢他們來做研究 所以那很明顯的是一個研究的一個團體 可是如果是國防部呢 那就不一樣 那一定是戰績 國防部沒有理由說 我今天是做的公共衛生 但是他的名稱一定是寫 為了防止 為了保護當地的公共衛生 那個都是假的 你想要看到所有的那些 講的冠冕彈簧的都是假的 因為重點是在於他是國防部 那既然是國防部 就好像我們台灣 你說我們台灣的三峽實驗室 那是國防部所屬的 那為什麼要派憲兵 而且還要派重兵 防守 門禁管制非常嚴 那就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那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美國自己也不敢否認 因為他知道 俄國已經掌控了幾個實驗室了 所以他的資料越來越多 被揭露出來 那俄國現在是在調你 調你來否認 你否認的時候我就丟一個 再調你一個 你再否認我再丟一個 所以美國 這叫切香腸 切香腸就是 我就一直給你報 那所以美國現在的做法 就是剛開始是不承認 後來就是不否認 然後現在的美國的做法 就是翻咬你一口 所以你俄國不要在這個 烏克蘭搞這個生化戰 為什麼你的俄國的士兵 怎麼要戴這個防毒 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 你俄國的士兵都要戴防毒面具 代表你俄國要在烏克蘭實施生化戰 其實那是鬼扯嘛 就是因為俄國有發現這個東西 當然要戴防毒面具 怕你會實施生化戰 怕你會實施生化戰 我是自我防護 那如果美國的這個邏輯可以通的話 烏克蘭軍隊邏輯可以通的話 那我們國軍 台灣的軍隊 那早就在搞生化戰了 我們的 我們上次 史上最強的14天的教招 不是就有一個戴防毒面具嗎 要演練戴防毒面具 演練戴防毒面具 那不是要搞生化戰嗎 如果這個邏輯是通的話 可是你看就竟然有人 有人可以彈頭彈道 還相信美國人那套說法 這個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就是笑死人的事情 就是我一個軍人戴防毒面具 就代表我要搞生化戰 那我們國軍戴防毒面具 我們國軍要打生化戰 這個胡說八道嘛 防範敵軍打生化戰 當然是防範敵軍嘛 好那所以從這個角度 其實我們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美國確實在那個地方要在搞 那現在的情況是 很多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 他們要求美國應該要開放 讓第三方的公證者 這第三方的公證者 也當然也可以包括美國的代表 俄羅斯的代表 五個常任理事務的代表 也都可以專家都可以進去 但是還有第三方的公證者 由他來主持 來去調查美國拒絕 這個才是最有最有趣的地方 他有什麼理由拒絕呢 美國就是安理會的一票否決啊 就拒絕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問心無愧 如果我今天我問心無愧 我不但不會拒絕 我還主動邀請 就是來 你今天俄國竟然這樣對我指控 所以我主張 由聯合國的WHO 馬上組織這個專家團 裡面可以有俄國的代表 俄國派幾個代表 我美國派幾個代表 都相對的 大陸派幾個代表 大家一起來去做檢驗 如果我是我衛心無愧的話 我一定會這樣做 歡迎大家來去做檢查 美國拒絕 那中國大陸要求是德克里克堡啊 因為俄國要求的是烏克蘭軍內的 然後現在中國大陸要求是德克里克堡啊 那大陸就是說我武漢都給你查兩次了 你至少給我們查一次嘛 美國還是拒絕啊 那你想想看 那美國為什麼拒絕 美國如果無心無愧 他就應該要歡迎 不但要歡迎 還自己主動邀請 但是很明顯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 拒絕就是有 沒有辦法讓人看的東西 你說此地無銀三百兩嘛 對啊 所以坦白說這個話題在生效 因為俄國在衛馬 一直丟嘛 所以這個議題慢慢的 然後哪一天俄國拿出 致命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的整個國際輿論 坦白說你北約的國家 尤其是德國法國 怎麼再幫美國人查臉 也就是你硬挺也不能挺到 沒有任何原則 英國是一定會挺到底的 英國就是美國人 再再怎麼樣 英國人都會挺到底 可是德國人法國人就不一樣 我覺得現在的俄國的目的是 能夠提供到 德國法國一反過來的時候 那情況就 歐洲的陣營就分裂了 那目前來講 德國法國看起來 還沒有這個道德勇氣 那所以還是會幫美國維護好這樣 但是當生化武器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有關鍵證據的話 那對他們來講應該就是 到了一個超過底線的地步吧 生化武器如果一旦確實存在 已經開始做成成型了 然後它的病原體也都找到了 我覺得 我覺得 等於是 美國跟烏克蘭 在烏克蘭的境內 做這些生化戰績 那你的用意是對誰 是對俄國人 還是要對於 東烏克蘭的 那些俄羅斯語的人 這個問題就大了 這個道德底線已經碰到了 道德底線碰到了以後 我覺得德國法國 這樣的歐洲的國家 他們 輿論上 因為他們本來跟美國 就沒有親到那個程度 我覺得他們的輿論上 就會要求他們的政治人物 你必須要做一個政治上 態度的表決 我覺得這個會有影響 但是英國來說是不用講 因為英國加拿大 他們這些國家 澳大利亞 還是會硬挺美國挺到底 因為這些國家是沒有原則 也沒有道理 也沒有底線的 因為他們就是以美國為主 美國說殺人 你就去殺 美國人說怎麼樣 他們就幹了 那這些國家是一直追隨美國走的 那這個不用 所以沒有人寄望於 英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 沒有人寄望於這些國家 可是大家寄望於是歐洲大陸 因為德國法國立場一旦改變 那影響的就是西班牙 義大利 荷蘭等這些國家 那影響西歐的國家 一影響的話 你北歐的國家 坦白說他們在怎麼樣 安全上依賴美國 可是當他們也碰到 那個道德底線的時候 北歐的國家就會 嘴巴就閉起來了 北歐的國家也不會說 出來批美國 因為北歐的國家基本上 因為安全依賴美國以後 他們本身也很懂得 避祸 避祸 避祸這樣子 所以他們嘴巴會閉得緊緊的 平常對別的國家 哇 那個罵得很兇啊 人權啊 什麼原則啊 那個 那個罵得很兇 可是一看到美國的時候 這些國家嘴巴就閉起來 你看 那個美國的種族歧視那麼嚴重的時候 北歐的國家嘴巴閉得緊緊的 瑞典啊 丹麥啊 挪威啊 你看那些國家嘴巴閉得多緊啊 哇那個想辦法那個 蹦蹦蹦蹦不出一聲來 大家再怎麼問他們說 美國的種族歧視那麼的嚴重 種族破壞那麼的嚴重 已經到這麼一個地步了 然後 無差別的在大街小巷裡面 噴到亞裔人就給他推一把 推到地鐵去給車撞死 或是捅他一刀 噴到老人老人家 就把踹一刀 把踹一腳 然後倒在路邊差點死掉 或是有的死掉 然後這些無差別的動作的時候 你看北歐的這些 滿嘴人權的國家裡面 嘴巴閉得緊 你在怎麼問他 你們的態度怎麼樣 這樣子 可是你你只要一碰到中國大陸 或是碰到緬甸 或是碰到那個那個泰國 或是碰到俄羅斯 哇那個每個人都都出來了 哇不得了了 那個整個凶神惡霸 哇就這樣子 這就是北歐啊 因為他安全上依賴美國 他不敢得罪美國 他怕美國一旦 不挺他以後 他就安全上就沒著落了 所以你看這些人在安全上 依賴美國的時候 他們對美國的所作所為 嘴巴閉 可是他不敢說 美國人這樣做是對的 可是他嘴巴閉得緊緊的 這個厲害 這些國家道德 他們的道德意識 我都很尊敬 所以我看到 對我每次看到這個歐美人 我都很尊敬他們 我就覺得 甘拜下風 甘拜下風 你們的文化真是太優質了 我很少看到人類的文化 是如此的優質優美 真的是 懂得該閉嘴的時候 閉嘴 懂得該張口吃人的時候 罵人的時候 要輕面療牙這樣子 真是了不起 而你美國目前來講 沒有我這個英級21的導彈 為什麼 因為英級21 它目前來講是領先全世界 它比俄國 比美國都還領先 這個是俄國跟美國 他們的專家都承認的 也就是中國大陸 在導彈這個部分裡面 它是尤其是中層的導彈 它是領先的地步 這個您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燈 那個太空站 或是登月 它原理是一樣的 你想 我們的地球 軌道 一直在旋轉 地球也在轉 然後軌道在轉 你從這個地方 要發射一枚火箭 要發射到它我要的定點 然後在那個地方進入軌道 然後我什麼時間 要讓它進去 我要跟太空站要銜接 那你想想看 我進去的時候 我要銜接 我改變幾次姿態 然後我要縮短它的時間 像它這次要返回地球的時候 才六圈就返回來了 那就是我要縮短它的時間 這代表什麼 代表中國大陸的整個火箭 太空站 對太空知識的能力 已經是世界先進的水平 那到這樣的一個程度的話 你把它用在導彈方面 在中國大陸這個部分 就很精準了嘛 它既能夠很精準 又速度又很快 然後又在你無法攔截 的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那它這樣的一艘 對美國的整個海上的船艦來講 當然構成很大陸一些 而且這種導彈 它不只是打海的 因為它是海對海就是海對地 我們一般的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兩隻船 在這個地方講是 我們兩隻船在這個地方 我打你 可是假設你就是地面的 不管你是在這個琉球群島 或是在關島 或是在澳大利亞 那我一艘船艦 在這地方 我也可以從海上對你的地面的 空軍基地 你的港口我進行攻擊 因為它的原理是一樣的 就是我是海對 所以我可以在1000公里外 我就對你的艦上 你的港口 你的空軍基地 我就開始對你進行攻擊 我甚至 距離範圍內都有強烈的威脅性 都有強烈威脅性 所以它不只是海對海 它也是海對地 這個就是為什麼 美國人會這麼的震驚 就是美國一看到 你打這個給我看 而且又是在建軍 海軍建軍節的時候 就是海軍節的時候 打那就是其實就是 大陸有意的要釋放出 它一部分的作戰能力給美國人看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大陸還沒有釋放出來的 另外的作戰能力 會讓美國人產生想像嗎 所以這只是在這個 建軍節第一波釋放出來 它這個海軍提升的戰力 那其實可能還有其他的秘密武器在後面 是因為055它基本上來講是作為 可以作為這個主力艦隊的攻擊的旗艦店 它也可以作為航母的護衛艦 以往055還沒有出來之前 一艘航母出去的時候 它要兩艘護衛艦 這樣子才能夠保護住這個 航母的安全 可是055只要一艘就夠了 因為它本身的垂直發射警 有128枚的情形下 就是說它建立起來的防空網 跟建立起來的海戰網 它的數量很大 所以一般來的一個航母 它自己有艦載機 然後它自己有這個防空系統 再加上055再搭配兩艘 這個驅逐艦 然後再搭配兩艘這個核動力潛艦 那這樣的話 一個航母戰鬥群就出來了 目前來講六艘055 就代表中國大陸 至少會有三個航母戰鬥群出來 但是你會隨著055一直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推算 大陸的航母的數量 可能未來現在是兩艘 那三艘馬上要出來了 他們已經預說了 說第三艘即將要下水了 那第四艘已經還在興建中 那未來很有可能會到十幾艘 因為中國大陸目前來講 海上絲綢之路 遍及五大洋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海軍艦隊 必須要去保護它海洋通道的安全 所以它的航母戰鬥群 我估計最少要12個航母戰鬥群才夠 它的計劃總可能要做到12個 最少我覺得最少要12個航母戰鬥群 這個最主要的是因為海軍有一種傳統 它們叫做三三三治 就是三分之一要進場保養維修 有的是大維修有的是小維修 但是估量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左右 因為海水容易侵蝕 所以三分之一要去進場保養 三分之一用來訓練 另外三分之一用來執行任務 一旦需要的時候訓練的 也可以臨時被調去執行任務 但是你進場保養的沒有辦法 因為它按照保養的時程要做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12艘 那等於是你執行勤務的14艘 你就在太平洋兩艘 然後大西洋兩艘 地中海一艘 你就必須要分配 或者是說大西洋一艘 地中海一艘 那你太平洋要兩艘 那如果說你要 需要執行勤務的時候 你的印度洋也要有 所以對大陸的未來來講的話 它必須要確保它 所有的海外的投資 它的僑民 還有他們的本身的補給線 的那些運輸 就是貨物的運輸線 例如說我從 中美洲南美洲 運原物料到中國大陸來 那工業產品要運到那個 那我整個海洋通道 我走南太平洋 那我走南太平洋 這個海洋通道 我要保護它的安全 要靠什麼 要靠海軍 要靠海軍的空軍 就是航空母艦 那你航母戰鬥群 當然就要出來了 所以我才會估計 最少是12個 12個戰鬥群 最少 中國的太空計劃 可不可以請賴老師 幫大家介紹一下 而且這個太空計劃 未來的發展的展望是什麼 中國是一定要走太空計劃的 因為這不只是一個大國的名片 因為這個是 它除了是一個形象工程以外 它是另外一種 你的綜合國力的一個展現 第一個 你必須要 富到相當的程度 你才有辦法做到這個 第二個 你的科學家工程師 還有你的企業 必須要強大到相當的程度 你才能夠發展空間站 你想日本 日本 中國大陸超過日本 也不過就這幾年的事情 可是日本到現在 自己做不了空間站 就是你還不夠強大 不夠富有 可是問題是在於 俄國當初做得到 是因為俄國把整個綜合國力 很大一半是用在國防軍事 可是中國大陸 現在在國防軍事的費用佔比 GDP 不到2% 就1.4%左右 美國已經3.6%到4.5%之間了 所以美國等於是把國家的 老百姓賺了錢 拿走了3.5%到4.5% 用在國防上 中國大陸只拿了一點多 用在國防上 那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中間差別很大了 所以中國的潛力是很夠的 因為兩個經濟體已經快要一樣了 好 那我們就問說 那為什麼日本做不到 你的科學家不夠多 工程師不夠多 你的企業產業不夠強大 你就做不到 那為什麼德國法國英國都做不到 因為你們都是中等國家 所以只有大國才有辦法做到 中等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做得到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中國大陸為什麼會自己發展 那是因為被美國 美國一開始就把中國排除在外 而且用法律限定 美國是很早 很早 應該在一九七幾年的時候就定了 用法律限定 就是不准中國參與 美國的任何太空事業 它等於是要完全封鎖你 而那個時候俄羅斯也在封鎖中國 所以中國的科學家 就在俄羅斯跟美國完全的封鎖下 要自己把它研發出來 現在中國研發出來以後 歐洲把門打開了 俄國也把門打開了 那現在美國也希望把門打開 中國大陸說 我沒有打算要邀請你 你開不開都是你家的事 但是我沒有打算要邀請你 但是中國大陸空間上 已經邀請了歐洲 邀請了俄國 而且他也邀請了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像巴基斯坦等 發展中的國家 或是拉丁美洲 像阿根廷 他們對這個太空事業有興趣的 他們都來做 好 那跟你介紹一下太空站的重要性 我剛剛講的 除了大國形象工程以外 它是各種高科技的總和匯準在那裡 它本身的一個重點在哪裡 就是說 微重力 因為你太空站一旦建立起來 它離地球大概四五百公里高的一個軌道裡面來運行 在這個軌道裡面 除了太空人生活工作的地方以外 它最主要是那個實驗艙 就是會有兩個實驗艙 他們在今年下半年 一個是七月一個是十月 會把這個問天 這兩個實驗艙要打上去 打上去以後要進行組合 然後組合以後 他們要再把它換位 也就是說太空站是這樣 然後它是由下面接 接上來了以後 他們用機器手配 把它調位置轉過來 那為什麼要組合成為兩個實驗艙 微重力的情形下 還有宇宙射線 我們叫做宇宙線 宇宙射線 它如果假設你這個種子 假設你有一些種子 一個種子 如果它有幾顆被宇宙線打到 它會產生變化 產生變化以後 它相當有機會 會預成為非常好的種子 也就是說它可能 有更強大的抗蟲害的能力 可能有更強大的抗環境惡化的能力 可能它的果實會覺得更加的豐滿 例如說我們現在吃的番茄 你看我們的番茄 為什麼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好 其實那就是太空種子做出來的 種子的珍貴 比黃金還貴 一顆的好種 比一顆的黃金還要貴 它可以生生不息啊 它可以生生不息 而這個種子 基本上來講 以美國 德國他們為優先 那美國當初為什麼 種子能夠遇得那麼好 很多是在太空做的 我們叫做太空種 因為微重力的情形下 再加上宇宙線 所以他們很多的生物科技 事實上是在太空做出來 中國大陸是完全沒份的 過去科學家也上不去 什麼都不行 那現在中國大陸自己有了 而美國的這個太空站 原本是在2023年應該要結束 它的任務了 因為它的壽命已經到了 現在美國自己的太空站打不上去 然後又參加不了中國大陸的太空站 那美國人現在怎麼辦 他們只好對這個舊的太空站延寿 就從2023本來延到2025 現在要延到2031 那已經到極限了 你越延寿它的風險就越高 因為例如說出了什麼問題 像上次不是氣體外泄 它可能就這樣掉下來 那如果說它跟俄國到最後 完全撕破臉了 那俄國就要把它的太空站撤走 俄國要把它的太空站撤走的時候 俄國就不再提供 這個太空站的這個動力燃料 然後俄國的發動機也不給美國 那美國就沒有發動機把人打上去了 美國現在的發動機是靠著俄國 現在還有8美存量 它是向俄國買的 那美國自己本身沒有辦法做 這麼大的發動機 所以美國很清楚的知道 它如果這個國際太空站 一旦沒有了 美國太空事業 那就完全停止了 中國大陸就會成為全世界最領先的太空強國 那全世界最領先的太空強國 它會生物科技我剛剛講的 植物 生物科技 生命科學 物理學 材料學 它全部都在無中立中可以做很多 所以它有20幾個實驗艙 所以它有20幾個實驗艙 就是它的實驗室裡面有20幾個實驗艙 我估計啊 未來它的科學家經過體能訓練以後 就可以打上去了 所以它很有可能以後是由這些身體狀況 適合在太空飛行的這些人 他上去在實驗室裡面做這個實驗艙 然後軍人他們管理整個太空站 我覺得這是未來中國大陸會做的事情 所以您提到了它的太空計畫 這好像幾個實驗表 對 例如說你看到2025年 他們要有關於收集小行星的樣本 因為日本這次成功的收集了小行星的樣本 找到了這個生物起源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生物的人類的生物是怎麼來的 他們是要從小行星裡面來去取樣 那所以他們要打算要 把小行星接近地球的時候要打上去 從小行星取樣本以後再回送回地球來 這個是目前他們要做的 那火星樣本取回的任務 火星樣本已經登陸了 因為目前來講 能夠登陸火星的也沒有幾個國家 那中國大陸現在已經登陸了火星 而且在那個地方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了 已經開始在專取樣本 現在目前最新的樣本就是地球樣本 我們叫越南 越南目前來講 美國一直跟中國要 大陸不給 大陸給好多國家 越南就是不給美國 那美國現在沒有 沒有這個地球 就月球 沒有我們這一邊 這邊是岸面 美國就有這一面的土壤 沒有這一面的土壤 中國大陸已經有這一面的土壤 而且已經取樣回來了 現在在做越南的分析 發現越南有非常多的稀有金屬 而且存量很高 所以未來他們要 有可能開採 對他們要登陸夜球 要開採 開採以後把那個開採下來的越南 運回地球 那它的價值成本非常高 那他們也有可能可以折 例如說你的飛行 假設 例如說折你飛行計畫一半 或是三分之一的經費 那就賺了 就是原本都是付出 但是未來也有可能從越南這邊來獲得 那我覺得他們是 然後最後是在做這個核動力 我覺得目前大陸是努力在打造這個核動力 核動力也就是說它 而且是重複使用 也就是說不再是用這種燃料的固體 或是液體燃料的推進去 如果是能夠採用核動力送上去的話 那不得了 那你等於太空站的電力 動力是永遠不絕的供應 那你可以用50年的電力都夠你用 那這個太空站不得了 那未來在月球上面建一個太空站 然後用核動力在那個地方提供所有的電 然後以後可以製造水 那還得了 那不是開始經營 哇更多的越南回來 然後就源源不絕的送回地球來 那這個未來搞不好也可以大賺一筆錢 不一定 這種外星站 誰先找到外星人的訊息 誰先能夠找到可以未來永續的星球 這都是科技上面一個很強烈的競爭 所以中國現在開始花大錢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整個太空的探索 其實是對於科學的研究 對於宇宙的研究很重要 它是一個基礎科學 你的基礎科學的夯土打得越深厚的話 你未來在應用科學方面的成果才會越來越大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我們都知道 種子很大一部分是被美國人 德國人他們控制 法國人也控制一部分 種子看那麼小的一個東西 可是它很重要 因為你用好種種出來的就是豐富的收穫 所以一點點的種子都比一公斤 都比相同分量的黃金還貴 種子很重要 可是你知道有很多的種子是在太空無重力 或者微重力做出來的 還有很多的種子是在等那個 我們叫的宇宙線的撞擊 宇宙線一撞擊到以後 那些幾個種子產生裂變 然後把它細心的額護好 它就變成像很多的番茄 我們現在的番茄為什麼那麼肥那麼大 就是據說就是宇宙線達到 然後那個種子將孕育出來培養出來 中國大陸前一段時間的種子 現在在廣東在培養 就是太空種子稻米 你想對大陸來說的話 你要怎麼擺脫歐美的對種子的控制 那就自己要有種子的育種能力 而種子的育種能力 除了我們在有限的地理上做以外 歐美的國家他們以前是在太空 實驗室做 那現在對中國大陸來講 有太空戰了 所以以後這些太空戰所做出來的東西 就不會依賴歐美了 因為歐美 尤其是美國就是不讓中國加入歐洲 國際的太空戰嘛 所以中國大陸是被迫 自己做出一個太空戰來 所以未來中國大陸在材料學 在生物科技 然後在天體物理這個部分不得了 您剛剛講的這個有關於他在探索 這個偵測 這個黑洞 然後太空的訊號 因為他是事實上是一個很巨大的望遠鏡 他在看 看整個宇宙的形成 然後宇宙的規律 好 坦白說 就我以我們這麼愚蠢的人類來講 我們還真怕真的跟外星人有接觸 我們還真的真怕被外星人發現 這個地球還有這些低等動物還在 為什麼呢 您想想看我們人類到目前為止 就只想抗地心引力 跑到太空 然後我們馬上受到我們生理上的限制 你的吃 那個排泄 新陳代謝拉掉等等 所以你在你的太空船不能待很久 然後你送到你太空站的時候 也不過是離地球四五百公里的地方 那就很了不起了 大家鼓鼓掌了 然後登陸月球幾次以後就不登陸了 因為這個技術上就不太行了 月球離台灣多近啊 不是離台灣 離地球多近啊 對不對 太空站離地球多近才幾百公里啊 可是如果遠在幾光年的星球 的太空人可以到地球來 他們的這個抗地心引力 跟這種長途的飛行 還有飛行的速度 光年的飛行速度 那個是什麼腦袋啊 那那種腦袋的人 看到我們這種低等動物 他是怎麼看啊 那我們這個低等動物 他被他抓去做實驗 當成那個蒼蠅螞蟻在玩 那是有可能的事情耶 所以我常會講說 這個愚蠢的地球人 然後把那些外星人 描寫成為那個長的那個奇形怪狀的 我都想不通 人家可以從幾光年 跑到地球來 他的整個的生理的發展 是適應宇宙的整個生存空間耶 然後他的這個黑科技 他的科技來講 那不知道領先地球不到幾億年 然後我們對他來講是原始的動物 就是連幾百公里的太空站 都已經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然後登陸夜球 夜球都還建立不了 人家已經可以飛過來 所以最好不要被發現 最好不要跟外星人有聯繫 不要讓他們發現我們的存在 對 因為我們這麼低等 相對外星人來講 我們這麼低等 然後這麼低等的人 還把外星人描寫成為那個樣子 好像蠢蠢的 低 這樣子 我都覺得這簡直是人類間 所以只有低等動物 才會幹出這種低等事情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只有低等動物 才會去瞧不起外星人 外星人描寫成為 他們是更低等 那簡直 那就是代表什麼 你看那個白人的優越感 就是因為他們是低等動物 因為他們夠低等 所以他們不懂得 中華民族的這種智慧 優越性 那我們即使中華民族 有這麼強大的智慧跟優越性 在跟外星人比我們還是低等 所以趕快把這些雷達天眼關一關 不要被發現 不行我們還是要去了解宇宙探究宇宙 安理會的功能不張以來已經很久了 那有提到要增加成員 讓安理會的運作能夠更符合全球安全議題 地緣政治不斷的在變化 俄羅斯的駐華大使說 俄國是支持這件事情的 但是有條件 就是日本跟德國不可以加入 他是這樣子 安理會我們都知道他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常任理事國 然後一個是非常任理事國 常任理事國就五個 可是他有特權 他不只是常任的特權 否決權 他有否決權 一票否決權 那在過去來講的結構是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根據你這個國家的綜合國力 綜合國力裡面包括你的政治力 包括你的經濟力 科技力跟軍事力 為什麼呢 因為你大國 就是安理會的大國 最後如果你一旦通過了決議 是要出兵出錢出力的 那你一旦通過決議 出兵出錢出力的時候 那就大國才擔得去 所以小國他基本上 擔不起這個責任 因此非常任理事國 是小國大國跟區域間的比例 他們來參加 但是真正執行者 其實就是這五個常任理事國 再拉一些夥伴 好 那是這樣的方式來運轉安理會 可是由於經過幾十年以後 國力的消長出現了 國力消長出現了以後啊 你看到像日本是排第三大的經濟體 韓國是第五大 好像是第五大的經濟體 那日本韓國的經濟體這麼強 結果因為它的經濟體 它兩個都比法國跟英國強 結果他們不是五常 可是英法卻是五常 目前來講全世界排名最高的 還是美中俄 這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那法英呢 這兩個國家中等國家 可是日本比它強 德國比它強 卻不能夠進入安理會 但是如果以人口數來講 印度又多 國土面積也大 然後整個總口的GDP 也已經開始進入前十名了 然後如果再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巴西人口也多 土地的面積也大 韓國也不妨多讓 然後你再看南非呢 你非洲總是要有一個國家代表 當這樣子一直談下來的時候 那當然每個國家就拉自己了 那穆斯林的社會就是說 怎麼可以沒有穆斯林的代表 既然有基督徒 就是歐美日 歐美的這些基督徒 還有包括俄羅斯 然後也有這個佛教 沒有宗教的國家 沒有宗教國家 中國大陸等等 但是如果說未來有印度教的印度進去 那對於很多穆斯林人 對巴西斯坦來講 對中東地區來說 那是不是應該也要有一個 那穆斯林國家代表中 就涉及到印尼也是穆斯林大國 可是窮 可是人口數多 巴西斯坦 還有中東的富有的國家 他們是不是也應該要有個代表 甚至地緣政治裡面 埃及也說 那我是北非裡面的強國大國 那我可不可以是代表 所以你看 當這樣子一個談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發現說 每個人都說北約要扩容 可是問題是當 不是安理會要扩容 可是當我們談到安理會的五個 常任理事國的時候 大家就會考慮 這個五個常任理事國 還好是有一票否決 所以當你美 英 法 連線的時候 至少有中俄來跟它對聯 但是你今天扩容 假設只是日法進去的話 那你就美 英 法 日 德 五國 來對抗中國跟俄國 那不合理嘛 那中國大陸一定要再拉人 例如說要拉誰 那美國是想拉印度嗎 對俄國人來講也說 沒有問題啊 因為印度在這次 可是對大陸來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不同意 為什麼印度要進來 對巴基斯坦來說 它是我敵對國 它竟然是武藏 那我也要進去 那中國大陸如果提名巴基斯坦呢 那是不是大家要叫話 因為總不能在安理會裡面 又變成一個反華的中心 要有個對抗 好 那大家問另外一個問題 雖然日本第三 然後韓國那個 德國第五吧 第四的經濟體 可是大家會問說 這兩個國家是侵略國 那對美國人來講 我多兩個盟國 可是對中俄來講 很多 你是多兩個 我們是我們的比重 就更少了 所以我一定要平衡 那對俄國人來說的話 就是你們這兩個國家 像是幾千封 我絕對反對 那就免談了 所以這個是永遠不可能 談出來的結果 永遠不可能 那就是 可是他們也玩得很開心 因為繼續耗的 我要在什麼樣的條件 我進入了這一個局 然後呢會造成 中國跟俄羅斯一樣 不得不出手的情境 那這個條件是什麼 紅線 就是大陸 很明白的有一條紅線 你把它畫成 法律文字 叫做反分裂國家法 你把它畫成為 文化的 陳述方式 那就是中華民族 那就是中華民族 終究要統一 統一分裂是中華民族 在幾千年來 所經歷的過程 也就是說 從周朝 一統天下 其實從商到周 一統天下 周的後半段 也就是進入了 東周以後 四分五裂 四分五裂 進入了春秋戰國時代 這幾百年的 不斷的征戰 使中國人 領悟到一個哲學 這個哲學 是我們朱子百家 最後共同的政治哲學 那也就是 唯有統一 才能夠消除戰亂 再強調 這就是為什麼 會累積到秦始皇的時候 秦始皇他認為 要解決中國人的苦難 就是華夏文明的苦難 那就是要大一統 因為過去的歷史中 大一統的時候 就沒有國與國之間 不停的內戰 那大一統就沒有內戰 所以秦始皇他一定要統一 可是你看秦始皇統一之後 在他的兒子 就是幾十年之後 他死了 然後爆發了 重新的內戰 重新的內戰的時候 項羽代表的是 傳統的分裂的思想 但是劉邦代表了 他是繼承了秦始皇的思想 還是要統一 所以當項羽要分封各國 他要稱霸 霸王 的時候 劉邦已經不吃這一套了 劉邦已經繼承了 統一的這個思想 不然劉邦 以一個這麼小的一個 小族小曆 小官出身的 已經成為漢宗王 夠了吧 夠滿足了 但是對於劉邦來說的話 不可以這樣子 坦白說 假設我今天 我在家裡面 我本來是開一個小餐廳 一個很小的公司 但是我現在成為台灣的首富 或者是我成為非常富有的人 那我應該覺得自得欲滿了 滿足了吧 可是如果以劉邦來講 他應該滿足了 可是為什麼劉邦 他最後還要統一 我覺得他已經繼承了秦始皇的 統一的思想 其實不是秦始皇統一思想 是朱子百家 最後演繹出來的 解決人類爭端 因為朱子百家的所有的政治哲學 都是要解決人類的苦難的問題 無為而至就是要解決 怎麼樣終止戰爭 建立秩序倫理也是要終止戰爭 法家也是要終止戰爭 朱子百家都在想辦法 要終止這個戰爭 最後才悟出一個道理 統一才能終止戰爭 這就是為什麼秦始皇還要統一 為什麼劉邦最後也要統一 因為才能夠制止戰爭 讓世界平定 好這個思想就成為 中華民族的基本的思想 我才會說 反分裂國家法是法律文字 換話出來的時候 是民主的意思 民主文化的意思就是要大一統 民主的意思要大一統 那因此它有一條底線 那也就是中華民族 它所無法忍耐的 那也就是分裂 如果台灣一旦宣布分裂 或是要分裂出去的話 那就是14億的中國人 甚至海外的很多的中國人 它無法接受的事情 無法接受有國民意志 國民意志就會支撐他們的政府 一定要去 甚至也會給他們政府施加壓力 所以它是要求 他們政府要做事 跟我支持你政府要做事會合流 你一定要採取行動 這樣的情形 這個就是 允軍入旺裡面的 你剛剛講的必要條件就形成了 不過這個還是比較抽象一點 這個紅線的條件呢 在烏克蘭我們看到 就是烏克蘭要去加入北約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事情 就是說烏克蘭吵著要加入北約 那俄羅斯跟你說不行 但是烏克蘭現在不管是修憲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告訴我 我就是要加入北約 那是一個比較明確的法理上面的動作 至少做了修憲這件事情 那對於台灣來講 他明確的紅線會是什麼 那一個有可能就是台灣自己宣布法理台獨 就是你剛才說的 台灣主動說我要分裂了 我要獨立了 那這是一個很明確的紅線 那這顯然可能會滿足引軍入旺 中國不得不入局的條件 那除此之外 你剛才講的這個 包括了民族統一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如果這個主動的 這個發動權在中國大陸的手上 那他是要求在某個時間點要統一台灣 那台灣這邊是一個巨統的態度 那是算這個紅線嗎 我覺得不會 我剛強調就是 我剛為什麼要鋪陳講這麼多概念 是因為 其實這個最後的決定權是在中國大陸 但是中國大陸的決定權 會被外在環境制約 外在環境制約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你剛提到了 台灣就宣布獨立 就法理獨立 那這個情況會制約的大陸 他不得不採取反射性的動作 這是一個情況 但是這個是決定在台灣嘛 台灣只要不宣布獨立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嘛 可是這樣子不符合美國人的期望 所以美國人要做兩手 一手就是要你台灣的當局 就像澤連斯基一樣 你來宣布 或是逼著你宣布 就是我修憲要獨立 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嘛 就是我要你去獨立 你以為澤連斯基 一個分頭的人 然後一個 因為澤連斯基不懂政治嘛 他演員嘛 他上來了以後 也可能他有很多把柄在美國人手中 上來以後 美國人要他修憲 你就修憲了 然後呢 你就開始去俄羅斯化 然後就開始仇俄反俄 去俄羅斯語 仇俄反俄 然後開始對烏克蘭的俄羅斯語的人 開始進行壓制 開始進行打壓 這個行為 很明顯的 澤連斯基本身是講俄羅斯語的人 講俄羅斯語的猶太人 做這些事情 那看在俄國人的眼中 奇不奇怪 奇不刺耳 這個東西難道是澤連斯基 突然間冒出來的想法嗎 不要忘了 澤連斯基他是講俄羅斯語的 他的母語是俄羅斯語 澤連斯基在克里米亞半島有資產 而且是龐大的資產 克里米亞半島 澤連斯基原來是一個演員 而克里米亞半島是2014年的時候 就被俄國拿走了 而澤連斯基一個烏克蘭人 一個演員 跑在克里米亞半島有資產 這代表什麼 可是等到他從政以後 他開始訪俄 這不奇怪嗎 這當然是奇怪的事情 好 談到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我逼著你這樣做 我引導你這樣做 我誘使你這樣做 那這個是美國人可以主動的 所以美國在未來也可能可以主動 誘使台灣的那些昏頭的 那些例如說 台獨的一個死 那個那個理念很強硬的人 然後他也可能會被美國人引導過去 他宣布台獨 客觀的環境告訴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也可能這個領導人他就是要這樣做 他不見得有李登輝的這個耐力說 我知道這個危險性 我雖然我一心一膩一念想要台獨 但是我知道這個危險性 所以我知道我不敢這樣做 我也不能這樣做 可是問題就是有一天可能會有某一個人 他有把柄在美國人手中 或是怎麼樣 然後他或是他的理念正是如此 他就順著美國人 或是美國人逼他這樣做 他就做了 這是一種方式 所以並不是說台獨人都不會這樣做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這樣做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那就是美國 開始在玩弄一個中國政策 跟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硬生生的 把台灣從中國這邊分裂出去 由外力來分裂 那也就是美國就聯合日本 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就是我是一個中國政策 而這個中國政策 那也就是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這個中國 但是台灣不屬於中國 那你說那台灣是誰的呢 不知道 這也算是中國的紅線 這樣子不是就是把台灣分出去 然後再讓台灣加入聯合國 或是進入聯合國的組織 變成一個政治實體 再把它轉變成為一個 具有主權地位的人 這個時候大陸是不是要出手了 大陸怎麼可能會讓你在 在進入成為國際的實體之前 它就要出手了 但是這樣的 美國這樣的一個塑造的時候 是不是給台灣的年輕人 一個理想 一個願想 說我們可以獨立了 我們會成為另外一個國家 不一定要叫台灣 但是我們可以跟中國大陸沒有任何關係 因為美國已經在聯合國或在很多地方 在國際組織 它聯合了日本 聯合了G7 聯合了北約 歐盟的這些國家 要走向這個方向了 所以有給年輕人很多的想望 很多的想望的時候 它就變成政治的動機 變成政治的理想 變成台灣的民族主義 或是民粹主義 就朝這個方向走的時候 那這個方向一直走下去 對大陸來講的話 它必須要出手 悲劇就是這樣發生的